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這一節就想跟大家講國際新聞 這一節 要講的就是 緬甸 其實早前也說了 緬甸的情況 就是大家經常有一個討論 如果要反政府 要搞革命 革命就要流血 豈不是很慘 很不幸地 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 應該是不幸居多 緬甸在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 你反抗的人 無論你 舉起甚麼旗幟 你舉起的旗幟 緬甸獨立也好 緬甸反抗 緬甸抗爭 緬甸要民主自由也好 對於 要對付你 打壓你的人 其實你舉甚麼旗幟 都沒有分別的 基本上 你不是 高高舉起革命的旗幟 他一樣就是向你開槍 一樣就是用榴彈炮向你襲擊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不能夠逃避的現實 你說得挺好聽 其實沒有意思的 到最終 你是正在反政府 就是正在反政府 從當權者的角度 應該這麼說 從當權者的角度 就是覺得 總之你就是要推翻他 所以對於他來說 你舉起甚麼旗幟 都沒有分別 除非你就乖乖地聽他說 參加 他安排的 選舉 乖乖地做忠誠的反對派 除此以外 任何的反對 不管你是緬甸獨立也好 緬甸民主派也好 通通 對於當權者來說 都是覺得你就是要推翻他的政府 所以 其實 逼自己 死也不肯說革命兩個字 純粹在逃避 甚至乎自己逃避也不要緊 甚至乎就是欺騙了其他香港人 欺騙了甚麼部分呢 就是你不願意承認 2019年時代革命是革命 但是你依然 付出革命的代價 這個就叫做 這個不要說欺騙了 這個就是自己找自己品 你一樣是要承受 革命付出的代價 一樣是流血 一樣是人命傷亡 但是你就 死也不願意 承認那個就是一場革命 要說的是緬甸 緬甸的 朋友 緬甸也是反極權的朋友 也是支持民主緬甸的朋友 緬甸的朋友就做了一個 我不可以說他絕對正確 但是他做了一個示範 最低限度就是回應武力的時候 告訴對方 我們面對你用武力的時候 我們會用甚麼方法 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正在雙頻道廣播 就是星期二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希望大家兩個頻道都繼續做支持六部曲 繼續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繼續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看見 某個車生 我依然經常都看到他的廣告 大家就不要客氣了 查詢多一點 繼續點擊多一點 看看到底是誰Quit YouTube 如果看到政府廣告 記得大力點擊 大力點擊 還有就是播放清單 無限loop大法 這個也很方便 如果你長開電腦就可以用無限loop大法 繼續講講緬甸的抗爭情況 緬甸的抗爭情況 根據最新的報導就是來自美國有線新聞 CNN 根據CNN的報導就是 這個 所謂的 重林反叛軍正式建立了 在緬甸的重林裏面的一個村莊 有一群武裝的新兵 在黎寧的小徑上爬行 原來他們正在演練伏擊的行動 當然伏擊行動就是虛構的 但是他們的訓練就是真實的 當然因為 緬甸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面對著 國際救援就不見影了 那你又要繼續開槍擲手榴彈 那我當然是要想辦法自衛的 香港也是一樣 要有自衛的能力 對方向你開槍 甚至乎投擲手榴彈 軍警基本上就是肆無忌憚 在殺人 所以進行民兵 以及進行組織軍團去反擊 根本就是最正常不過的事 單單是自保 就已經有這樣的需要 根據CNN報導 緬甸的軍政府 從2月發動了政變奪權之後 後來就展開了 暴力鎮壓 大量殺人 很多人就是紛紛逃難 要避開軍警的襲擊 緬甸的人民就是繼續公民不服從 他們也是從公民不服從 再去到 加入 重臨反抗軍 他們的成員也包括 很多專業人士 不是專業人士 反抗 其實跟香港 在2019年的情況也是一樣 街上大量的醫生 老師 工程師 白領 金融人也有 緬甸的情況也是一樣 現在加入 所謂反抗軍的人 全部都是醫生 老師 工程師 工廠工人 白領 階層也有 他們也放下他們的工作 也要加入反抗軍政府的政變 根據聯合國的訊息說 基本上緬甸的軍政府就是 用非常暴力的方法鎮壓 甚至乎在大街上 出動了 這些全部是軍隊打仗用的武器來的 就是用 核槍實彈 用手榴彈 甚至乎用逼擊炮 對準 在街上的人民 這個是 徹徹底底的戰爭罪行 基本上就等於用 重型武器 向平民 開火 在這種情況之下 緬甸的人民 別無選擇 就是一定要武裝自己 真的武裝自己 真的為了生存 亦都要自衛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要 追求跟 對方對等的力量 一方面保護自己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要 繼續反抗暴政 這個是徹徹底底 用暴力鎮壓 重臨反抗軍 由 民族武裝部隊 控制的地區 在那裏學習 怎樣使用槍械 根據緬甸 援助政治反協會 說 根據現在的統計 軍政府的鎮壓最少 到了今天 就已經是造成了700多人死亡 實際數字就有可能比這個統計數字還要高出很多 也就是訓練 這班年輕人的 重臨反抗軍的參謀長 就說很多 新兵 加入的民兵 其實全部都很年輕 都是20多歲 其實跟香港的抗爭情況一樣 我們也認識很多 可能是20歲至30歲之間 很多都可能是 讀了大學 有專業資格的人 他們一樣會投身這個戰場 這個跟我們一直說的一樣 一定需要武裝自己 追求跟他擁有相同的力量 不會被他欺壓 擁有力量就不代表你胡亂濫用 但是你對著極權政府的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就是有能力 要令到他 在亂殺人的時候要付出代價 正如緬甸軍方 派直升機夠膽攻擊村莊 民兵隊就有能力令到你的直升機擊落 甚至乎就是醫療人員 連醫療人員都會學用槍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大家如果看回早前緬甸的血腥 的鎮壓 他們根本連去救人 也沒有能力 在他們面前殺人 假如如果你不懂得開槍 你當醫護人員 你想去救一個 中槍給軍警 想殺死的人 你想去救他 也救不了 這個世界上有時候的事情就是如此矛盾 一方面你要去救人 另一方面你要去拿槍 但是這個 就是世界的現實來的 大家是沒有得去逃避 到最終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其實西方社會 雖然有很多左膠 但是其實西方社會很清楚 西方社會告訴大家 他們根本從來 沒有主張過絕對和平 包括連澳洲 澳洲也有自己的特種部隊 要以中國大陸作為假想敵 西方社會 人權 民主 自由 其實是要靠 一個很大的力量去捍衛 其實從來從來 都不是什麼絕對和平主義來的 西方 我相信緬甸的這個情況就是告訴大家 當面對極端的情況 其實應該怎麼做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日 第二天再見 拜拜